有人死在里面了 一诊惊呼声中 亲友们当即认出 这个薄姓死去的女人 正是阿兰的母亲李小湘 李小湘十年三十岁 薄色式淡飞厂的临时工 最后警方闻讯而至 可在这个家里 除了因过度惊吓而不停哭泣的阿兰 一切看上去都那么平静 门窗都是比较完好 室内的物品也没有翻动 也是按照原料 原料摆放的 我发现的死者是躺在了自己床上 枕上还盖有一些那种被子 外面桌上都还有吃饭喝酒 都还没有清洗的痕迹 李小湘是如此平静地死去 难道他是自杀 人们纷纷猜测 果然在案发现场 警方还发现了一封遗书 秘书上面清楚地写得把小孩交给他们的一个朋友 抚养前头制的案件 李小湘的确想过刺杀 甚至已经对身后事做了安排 可是年纪清醒了他为何要自寻死路呢 他的死因总让警方感到狐疑和蹊跷 随即法医的鉴定结论也打破了众人的猜想 发现那个尸体的话 面部有那个紫色紫黑色鱼血状 初步判断这个女尸是被窒息死亡 我们确定肯定是他杀 因为这个是掐脖子 这个自己不可能掐死自己 但是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搏斗痕迹 就是说他在被人家进行窒息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似乎没有什么反抗 李小湘是被人杀死的 可仿佛他又是心甘情愿地被人掐死在自家的床上 那么凶手究竟是谁呢 他为何如此寻残 直觉告诉警方 此人与李小湘的关系一定非同寻常 果然大量排查后 一个男人走入了警方的视线 就是说李小湘喜欢在外面打牌赌钱 这样的话一来二去认识的一些 就是说男性 就是说经常也会摩托车接送他 我们就很快就找到这个男子 他是跟李小湘初中是同学 以前读书的时候谈过恋爱 听着名男子 那个时间他有不在场的证据 此人没有做完时间 那么本岸元兄究竟是谁呢 2008年6月12日 也就是在案发半个月后 警方正秘密破空在晋西县的一个 小山村里 因为种种迹象显示 嫌疑人很可能就是李小湘的丈夫 蔡大华 而这里正是蔡大华的老家 妻子已经死亡 丈夫要失踪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怀疑对象 就重点放在这个丈夫蔡大华的身上 他在外面躲了十几天之后 没有饭吃了 就跑到他一个亲戚家里面 结果就被我们发现 我们还不及时能够抓获蔡大华 蔡大华对他这个杀害妻子这个犯罪事实是公认不讳的 提审蔡大华的时候呢 每次的都是都要大哭一场 凶手竟然是蔡大华 此事在场区里轰传一时 可没有人能理解 向来对妻子都疼爱有加的蔡大华 怎么会突然泯灭人性 那么世妻背后究竟埋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 这对曾相伴十一载的夫妻 又是如何走到爱的尽头的呢 无疑起妻子李小湘 蔡大华有些语无伦次 但强烈的爱恋依然弥漫在他的心底 那么他既对妻子用情置身 又为何将其残忍杀害 那个恐怖的瞬间究竟是如何爆发的呢 2008年5月27日傍晚 蔡大华和妻子特意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 他们是要请凶嫂共进晚餐的 因为他们俩就是叫大博和妈来 应该是讲离婚的事吧 后面吃饭了 开头了 他就有点麻痹了 他脑子都一直喝那酒喝一口酒 他马上过夜睡觉了 他的呕在房间里呕吐 我一本来也是想证据把那个呕吐的东西扫掉 接着几分醉意 李小湘对蔡大华历声叫骂起来 那一刻 看着妻子以死相逼的样子 蔡大华痛心又绝望 他不明白 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妻子竟会这样厌恶嫌弃自己 这些日子为了离婚 这个女人整日寻死密活的 甚至还写下了一封遗书 每天都跟女儿说 妈妈要去啥 妈妈要死 那你以后你又自己跟你爸爸 生活要好听你爸爸 他写给我一张遗书 他写 大王我对不起你 我不是好女人 在蔡大华的回忆中 妻子的遗书写满了不舍和亏欠 那么李小湘到底做过什么对不起丈夫的事情 竟要复旧自杀 那个夜晚疯狂叫骂的李小湘突然做出一个无比危险的动作 随即凶杀上演 那么他究竟做过什么呢 一封遗书写些年轻妻子无尽的委屈和厌烦 我们不是有两间房吗 他要分岁 你来呢 你来我妈妈就出来给你看 好像我就想抱他 激情难密 懦弱丈夫无法破解急速婚变 我问过了 老婆说 是啊 是我来勾引他怎么样 爱到尽头 忏悔录正在播出 2008年5月的一天清晨 蔡大华在卧室的抽屉里发现了妻子的遗书 那一刻 巨大的羞辱感洗上心头 蔡大华明白 妻子这般处心积虑地写下遗书 其实就是想疑死逼迫自己离婚 无论如何他都无法忘记 两个月前的那个深夜 妻子曾和自己说过的话 他说 我们离婚吧 我说 你怎么突然讲这种话 不要问那么多 反正你同不同意 他说如果你不同意 那我都去外面去坐机 妻子的话像钢针一样 狠狠地刺在蔡大华的心口 为了离婚 这个女人何苦要说出这样的话 来作践自己呢 蔡大华比李小湘年长15岁 一直以来都对妻子疼爱有加 可这些日子 他明显感觉到 妻子怕是开始嫌弃自己了 那时候他的女生万丈 都不跟我睡了 都吃起隔睡了 我需要他 需要你我叫他 他都过来跟我睡 他说烦死了 烦死了 这样 想办十年了 妻子为何会性情大变 蔡大华比任何人都清楚 这一定与什么男人有关 因为最近这段日子 他发现李小湘经常在电话里 与人打情骂俏 甚至毫不庇护自己 知道为什么吧 妈妈把手机藏到我 然后爸爸找就找 找不到就 问妈妈 手机在哪里 说要打的话 他打过来 喂 喂 李小湘 都是这样的 同学 后来我都听了 口罩 我不错 为话他都懂 他都打了 他都关心了 听说他们有说有第三者 我也不清楚 我也没见过 也不算不很久 当时我听到这个声音非常兴奋 想要打他一个嘴巴 但是我一直刚举手来 手软 如果这么要打他 今晚他又跑出去 怎么办 面对妻子的背叛 蔡大华却显得异常惶恐和懦弱 两个月来 妻子已上夜班没游 经常彻夜不归 而他在外面会做出什么丑事 蔡大华心知肚明 一个又一个夜晚 痛彻心扉的羞辱感 让他近乎崩溃 于是2008年3月 那个料翘清寒的夜晚 看到妻子迟迟没有回家 蔡大华便再也坐不住了 一点钟了 然后怎么不见下班呢 他走过去 刚好看见 在河边底下 有电灯照上来看见 这个矮矮的 就是我自己的老婆 那个一个高一点的 可能是 那个原来 我想是他的行人 这样的 就不紧动他 他就跟那个四代男人一起 最近一小三 坐着摩托鞋都拐到底下去 上一个坡摩托鞋 他车拉不上去 我就帮他推摩托鞋的后面 他累到这一头 一往下来就见到自己的老公 吓了一跳 然后眼都红了 就这样 在一万的月光下 两个男人终于狭路相逢了 怒火中烧的蔡大华一眼认出 妻子身旁的这个年轻的小伙子 正是自己的公友 然而 还没等他立声质问 对方竟率先开了枪 我今晚把你老婆带去 跟我睡一个晚上 明天晚上我玩给你 我说 你这个流氓 你勾引 我老婆去做什么 后来她说 不是我勾引你老婆 是你老婆来勾引我 不是你问你老婆看 我问过了 老婆说 是啊 是我来勾引她 怎么样 妻子话音刚落 蔡大华直嘴的脸上热辣辣的 像是被人扇了巴掌 羞愤之下 她强行将妻子拉回家 可也就是从那一晚开始 离婚这个问题 便让蔡大华再也无法逃避了 他人家说 既然被你知道了 我就要走到底了 只能跟你离婚 如果你不跟我离婚 我永远跟他去 我根本跟他去 我去座廊 我要去 我翻房 我要去跟他 反正他说 我要跟他离婚 然后说 你不要影响小孩了 小孩那么大了 跟丈夫蔡大华摊台后 李小湘便更加肆无忌惮地 与那个男人撕婚在一起 他甚至很少回家 半个月后 也就是2008年4月的一天 李小湘突然气哼哼地回来了 可一进门 他便像躲避瘟一样 躲避着自己的丈夫 他不改我就用力一点 一改进去 他就要把刀来 这样放到这个手温 你来呢 你来我马上就示范给你看 好像我是想抱他 有什么样 我说 你先把刀放下来 对不对 我说这样 那他说 你同意不同意离婚 他还干脆同意了 我同意你离婚 得了吧 得啊 他说我讲这种话出来 他就高兴 他就跟你睡觉了 他说这样 我同意跟你睡觉 最后一个晚 最后一夜 妻子李小湘 极尽温柔 可蔡大华的心里 却五味杂陈 看他在前面 也是想了 想他以后 看他跟别的男人结婚 怎么样 已经答应他了 最后一晚 跟他在一起了 那时又感觉 心里空荡荡 窗外 夜色凄冷 蔡大华根本无法入睡 他不舍地看着熟睡的妻子 久违的温存 竟让他产生了一丝幻想 妻子会不会就此回心转意呢 然而 第二天 事态却变得更加不可收拾 第二天傍晚五点左右 李小湘刚走出工厂大门 就意外地看到老母亲 正迎面走来 可谁知 见到女儿后 老人二话不说 竟狠狠地扇了李小湘 一记耳光 众目睽睽之下 李小湘顿时羞涨得无地自容 他恍然大悟 一定是蔡大华 请母亲出面 劝阻自己离婚的 于是李小湘气势汹汹地 冲回了家 如果你没有叫妈妈来 叫我妈来 他能说这种句话吗 大门口那里骂我 说我 跟别人去睡觉 晚上不回来 以后我脸怎么丢了 我来之后就看见他们就吵架 我说 阿湘啊 我真的学不得跟着女人 没有什么办法 你同意都要回首 不同意回首 如果我们在一起 以后可能会 会出现你叫说骂我 是那个见女人啊怎么样 这种见不得人的东西 已经跟你见了 无奈蔡大华只好答应了离婚请求 当晚他们写下离婚协议 然而那一刻 李小湘突然痛苦失声 毕竟他曾与蔡大华 共同生活了十一年 毕竟他们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李小湘 阿蓝啊 来 我在这里坐 爸爸妈妈不要你了 姐姐这样说 李小湘 阿蓝都哭回来 他说 如果我有过离婚的话 要我去跟爸爸站 我说不肯 他又说跟妈妈在一起 然后我说我是不肯 我想两个都在一起比较好 不想他们两个离婚 如果你不让阿兰我也不让 反正你随我也是 那男人怎么办 阿兰都给我朋友收养 对不对 这样嘛 他懂得这样他都说 女儿的哀求最终也没能打交 李小湘离婚的决心 最后他收起离婚协议 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家 可几天后 李小湘竟再也没有提及此事 甚至蔡大华几次催促 去办理离婚手续 她也没有回应 难道妻子回心转意了 还是她与那个年轻男人的感情 出了什么问题了呢 一个无比危险的动作 终于触发报复恶念 要么离婚 要么就是我们一起死 要死的嘛 反正你死 我要死 我就这样 难逃心灵则罚 妇女亲情能否救赎罪恶 爱到尽头 忏悔路正在播出 写下离婚协议后 虽然蔡大华曾几次催促 但妻子李小湘 仿佛并不急于办理离婚手续 那么她在犹豫什么呢 多年之后 从这个女人留下的骗子言语中 或许我们还依稀可以找到答案 因为背叛家庭和丈夫 那段日子 舆论的谴责 让李小湘苦闷压抑 更难过的是 曾令她无比痴迷的婚外情 似乎也并不如意 可是正如她自己所说 没有退路了 必须离婚 于是2008年5月27日傍晚 她邀请蔡大华的哥嫂 共进晚餐 准备将这一决定告诉他们 我大哥大嫂都说 你们要和好了 我以为你们和好 人家叫我们下来请和酒 如果你们不好 我哪里来啊 听闻这一消息后 蔡大华的哥嫂异常气愤 原来蔡大华 她本是上门女婿 如今李小湘执意离婚 无疑于将她驱逐出门 以后蔡大华 哪里还有落脚的地方呢 家里面正式 那里已经 倒下来玩了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家 我回家了 我也没有地方住 父母生已经过了 人也不爱我 还这样跟我闹离婚 我就上门来 我还没有脸 脸在世界上 我就能吃 那晚也是喝酒太多了 李小江也喝太多 后来我把那个写一书给大国看 我大嫂就想过来 就把那写一书抄掉 杀掉李小湘 就说 反正白纸还是都写得清清楚楚 大概都签试完了 结果事情没有改变了 此情此情 骄横惯了的李小湘 如何能忍受 她猛地灌了一杯酒 愤然离奇 见状 蔡大华的哥嫂 只好提前离开 于是 借着几分酒劲 蔡大华想最后一次 劝劝妻子 她又突然说 你出去 她的妻子就说 只有两条路 要么离婚 要么就是 我们一起死 她就把自己的手 压到自己的喉咙里面 气急败坏的李小湘 用手狠狠地卡住自己的喉咙 可她哪里意识到 这个近乎撒娇耍横的动作 却彻底激怒了蔡大华 随即死神降临了 要你要死 反正你死 我也死 就马上用 用这些手去掐 李小湘的脖子 我压下去 我用力来坐在她的 都是这样 你只要这样压下去 把血不完手 她见我压下去 她手一周扒出来 也不感动 短短数十秒 李小湘便再也没了呼吸 看着最心爱的女人 就这样死去 蔡大华觉得 一切都已走到了尽头 我在到房间 书房里面 把一条绳挂起来 我就上吊了 一吊到嘴来 也不知道 痛得怎么样 神气断了 一断下来 我醒起来 天亮了 自杀不成功了以后 她心里面就感到害怕 然后就一个人 就逃走了 2008年11月20日 博瑟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审理此案 由于李小湘家属的宽量 蔡大华得到了宽大处理 并最终因犯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剥夺政治权利3年 小孩跟她的家婆 一直都没有不见回来过 好过年 稳定好过年 案发后 蔡大华的女儿 只好跟随外公外婆生活 尽管在庭审中 宽宏大量的老两口 表示愿意谅解蔡大华 但想起残死的女儿 她们至今难言悲伤 2008年底 蔡大华来到广西壮作四十区 青州监狱服刑 漫长的刑期 和深重的罪孽 一度让她精神抑郁 那么 怎样才能帮助蔡大华 走出心理困境呢 思想抱负比较大 给人家的感觉的话 是心事重重 一个人 如果说 不努力 很重要的一条就是 心中了无牵挂了 其实 有很多东西 是值得她牵挂的 只是她没有 发觉 还没有真正的 这个 去寻找 那这要靠我们 警察去 帮她思考 2013年11月24日 青州监狱的民警们 在当地司法所的协助下 历经12个小时的 长途跋涉 终于找到了 蔡大华的岳父母家 民警们要从这里开始 帮助蔡大华 找回亲情 我们是金州监狱的 今天的话呢 我们了解到你 跟你父亲那个情况 就是好像是几年了 你们都没有联系过是吧 也一直没有去看过她 你心里面想没爸爸 有时候是想吧 但是你做的那种事情 都不想 对你都没有跟小孩来讲 也是 打击 也是没有什么受打击的 这个我们理解啊 但现在的话 你爸的那个 那么多年了 他本身的话呢 也很 心里面一直压着 他们中外没有真别人说起过 他一想到老爸他都怕了 是人都怕 哪个都是这样子的 怎么样 不能够跟他们沟通 或者是怎么样的呢 不敢跟他们说话 也是不敢看 人家就是想看 不愿意的时候 原来是 又一个交通的时候 要是他飞了完 他都要 对我认识了 就是说 这样我当心 我只有点担心了 因为呢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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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不受的 怕他怎么样 怕他来搞 搞 搞鬼 这些年来 无论是在岳父母 还是女儿的心里 蔡大华都仿佛是 凶陈恶煞一般 时常让他们恐惧担忧 为了打消这样的顾虑 民警们立刻为一家人 播放了一段蔡大华的心里话 爸 爸 妈 我对不起你 当初我先不该 万不该把 女小乡杀掉 我真的对不起你 你那么大的年纪 我感谢你 把我女儿养大 我感谢你 把我女儿养大 看过录像 一家人